类别和具体运用的内容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圈养老年大熊猫的 饲养照顾和丰容特点 可能大家都知道 都江燕基地有一项特殊功能 它是咱们老年大熊猫的 康养基地和医养基地 老年大熊猫和其他老年动物一样 鸡皮处于衰退期 身体各系统和器官功能逐渐衰弱 主要表现在食欲降低 活动量减少 对卷舍的有效利用面积减少 但它们也需要一个环境丰富 幽静的7居场所 对于老年大熊猫的丰容 我们主要侧重于食物丰容和环境丰容 食物方面 我们会根据它们牙齿的磨损情况 为它们准备便于咀嚼的食物 环境方面 我们的老年大熊猫 主要集中饲养在飞展市区内 寿舍分为内舍和外舍 内舍配备有睡床 饮水池和地衬 室外活动场地平坦 种植了草坪 配置有攀爬架和玩具等 由于老年大熊猫的护理特殊性 饲养员和熊猫医生 随时都在密切关注老年大熊猫的身体和活动状况 饲养员还会每天与它们聊天 通过有声沟通和接触抚摸等方式 帮助老年大熊猫放松和减轻压力 在这样细心的照顾下 老年大熊猫能更好地安度晚年时光 所有的生命都和我们人类一样 有新生也有慈慕 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根据大熊猫的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 提供给它们最适合的照顾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熊猫中心的官方账号 了解更多有关大熊猫的科普知识 ��안从首都在订阅 听在这一天 我们家经鼓要提供greSQLtime 拉子连重要的科普议 小学生印象 好 欢迎回来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盼盼园 之所以这个名字叫盼盼园的 是因为大熊猫中心的 这个大熊猫英雄父亲盼盼 创办了这个盼戏家族 如今约有130余只大熊猫了 那我身边这一位呢 现在就是照顾这些大熊猫的饲养员 周文勇来吧 来吧 你好 你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张卡和他的两个孩子 我们看到这个丰容非常漂亮 这个丰容主要是怎么考量的 怎么来设计的 之前我们想了一些方案 但是呢 我们选择了最近比较贴合这个 国际形势的奥运会 我选了一个奥运主旗 你可以看到刚才张卡出来 把那个举重的那个给弄坏了 因为举重嘛 它相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孟子队嘛 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强势 嗯 然后所以在举重那个雅琳堂边呢 我们又做了一个那个颁奖台 嗯 中国是第一名啊 然后那个 现在中中把那个颁奖台给占领了 已经看到了 哦 周浩文呀 有举重的项目 然后也有这个颁奖台 张卡和他的两个孩子 就围绕着这个颁奖台 现在开始享用 今天的一个风容 嗯 这个张卡之前我们都了解到 它是一只非常特别的大熊猫哈 它特别 呃 它特别喜欢 就是怎么说呢 老养 谈其他式的老养 对 嗯 这个 张卡是我目前见过最喜欢老养的这个大熊猫 啊 堪称老养狂魔 老养狂魔 一旦一旦开始根本停不下来 啊 所以说平时我们对于张卡一家都会格外的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嗯 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它老养 啊 也是会去检查它身体吗 因为它老嘛 可能没有没有它有时候呃 其实我们看了就是你说老养的话可能体外的这些鸡身虫比较多嘛 但是我们目前没发现嘛 因为每只熊猫 可能身上或多或少有一点翘子 但是呢你说我们从熊猫的皮肤啊毛色啊这一看 其实没有就是目前没发现比较那些特殊的鸡身虫 没有 它就是单纯的喜欢老养 挺好玩的 然后我们知道它带了两个宝宝 一个像安宝 一个叫中中 对 那这两个 它们真的很喜欢这个厚容 这两只熊猫我们要怎么来分辨啊 其实很简单那个中中的话虽然是一只磁性的大熊猫 但是它的性格非常的雄性化 就是很外向然后很活跃 食欲也比较好 就是每次我们一 呃一叫它的名字哈 一叫中中的话 它肯定是第一个跑回来的 然后中中的体型要大一点 然后安宝呢 它虽然说是一只熊性的 但是它很文静 比较佛性的一只大熊猫 是我目前见过最佛性的一只熊性的一个亚成体大熊猫 可以说 就是吃东西呢 这些细胶蔓延 你可以就是说 不管 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喂金饲料都在里面喂嘛 它吃得很慢 而且 又是那种细胶蔓延那种 不像中中南通火焰 在外面吃竹笋的时候也是安宝吃得比较慢 嗯 比较好玩 热烂玩 体型 那个安宝的体型要稍微比多多小一圈 还有那个中中的那个嘴要尖一点 像瓜子脸一样 现在我们镜头中这一只是谁 就这个小仔 他甩一个正面我看一下 好 我们要通过正面来辨认一下 来看看 因为我现在隔的这个距离有点远 他们两个没有对比 嗯 是的 他对这个木马看上去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对 今天的食材有哪些啊 就是 呃 除了我们平时喂的这个苹果胡萝卜 然后窝窝豆嘛 然后格外加了一些水果嘛 比如像葡萄啊 啊 火龙 那个火龙果 像那个冰 看到没那个冰淇淋那个蛋糕 嗯 那个颜色 我们就是用火龙果的那个汁水调的 调的一个颜色 然后还加了一些那个那个圣女果啊 那两种颜色 它是这个属于这个甲运的这个阶段 这个食欲呢 不是很好 哦 食欲是很好 对 随所 让这种工作人员先出来一下 大家可以按紧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郡主呢 刚刚奶爸说他还有甲运的现象 现在是很好的 好 今天 我们知道今天这边怎么进行这个集体声乐丰容 游客也是格外的多哈 请请请请 请请请 请请 好 郡主现在的丰容 今天主要丰容是给他准备了哪些食材 这个郡主呢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西瓜的那个一个蛋糕 看到没有 上面擦了一些串 这个串呢 是我们四川的一个特色嘛 相当于 对 四川只要吃火锅和串串 那这个串串是小样的 然后还给他准备了那个冰淇淋的那个蛋糕 可能现在可能现在已经化了大部分啊 然后里面采用的食材呢 嗯 跟咱卡他们一家是一样的 比较像哈 也是果蔬蛋糕 他们现在吃的这个竹子是什么品种呢 一看那个竹杆呢 是苦竹杆 然后那个竹叶是那个方竹叶 但是平时我们会就是几种竹子啊 一般是两到三种啊 有时候会搭配换一下 哦 是这样的 搭配竹子来看他们 对 因为看他更喜欢吃哪一种 会多加一点 俊主其实他的外貌比较特别 他的耳朵有一个缺口 而且他的耳朵那个白色和黑色的毛发是渐变的 就是非常好认的一个热麻插件 而且俊主的他的脸也属于这种 碰碰脸比较圆 毛发比较碰 这个俊主他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吃的食物 俊主在这个甲运之前嘛 基本上来者不拒 胃口也特别好 我们给他平时投喂的这些 苹果啊 窝头啊 胡萝卜这些 都食欲比较强 饥饿感也比较强 就是在他这个年龄阶段 就是他的这个食欲还算 从零当中还算比较好 还算比较好 其实他的食量也能反映出来他的健康状况 对对对 牙好 胃口就好 胃口就好 胃口好的话 身体就好 对对对 能吃能吃 精神状态比较好 那俊主他现在主要的活动范围 就是在他现在所在的那个硬帝周围吗 都会 像这边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头 游客这一头 他也经常过来 像今天早上 他也在这里就是逗留了很长的时间 在这里 哦 好嘞 那现在郡主的旁边住的是谁 隔地 就是春雨和吉福一家 春雨和吉福一家 哦 他们那个脸闺蜜 不是一家 好好多的 然后他们两个现场来着 就是有哪些互动方式 要把他们闷掉起来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 就是 我看了对方 可以 对方 我用了很多小孩的孩子 就叫小小八 然后呢我们也有王小八叫小八妹 从外形上来看的话 春雨的脸型它要更圆一些 相比较吉福来说 它的脸型要更圆一些 我们通过镜头大家分辨出来了吗 其实春雨跟吉福很好分区别的 吉福的体型还有头型都比春雨大很多 然后吉福的头上 你等下你自己看 它的头上有一撮毛特别长很明显 叫呆毛是吗 呆毛 我们看到没 我相信咱们的网友 应该已经看到春雨吉福的画面了 然后他们两个现在 哦这边的风容 我看到了是一个奥运主题的 对也是个奥运主题的 你们看到前面的这个纸箱子做的这个是一个乒乓台 纸箱子这个是乒乓台 就是前面 对 因为这个是我们国家 这是我们国家非常擅长的一个项目嘛 所以我们相声性的摆了一个乒乓球台 看他们两个会不会去玩一下 现在出来了这个是春雨 这个是春雨 对这个是春雨 后面那个是吉福 吉福也出来了 他们两个毛色好像也有一点不一样 对 春雨要白一点 我感觉他们两个好给面子啊 直溜溜的就来到了这个风容的展台 你看这个吉福它的体型看到没 而且吉福喜欢上树 吃喝拉撒都在树上 我感觉它是长在树上的熊猫 是吧 树上的熊猫果 他发现今天觉得比较特别 跟晚上不一样 我看那个蛋糕也是两层 后面的那个竹子跟竹笋也是大了两层 对 就寓意他们今天满两岁 两岁好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强法 就是要在他两岁的时候给他庆祝 好 乒乓拍 他要去打乒乓球 对这个吉福对这个乒乓球拍比较感兴趣 你看他那个头上有一座长的毛 看到没有 对对对 他的正中间那个头上 非常明显 这是现在他的一个辨识度比较高的一个特分 对 然后乒乓球台上还有一颗乒乓球 哈哈 还有你看从这个两个站在一起 哦 知道 吉福明显要大一圈 是的 虽然大一圈呢 但是这个春雨就是比较强势嘛 嗯 就是春雨就是白天 能要吼一下几何 他有点 对他有点怕 但是一到晚上那吉福追着春雨到处玩 有点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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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说那个春雨 它是迪拜式吃笋 只吃笋尖尖 这个的话你们会不会 针对性的多给他投喂一些子笋呢 不会不会 因为如果说像鱼的 你遇到一个什么比较挑食的话 你给他多加一些这些子笋 相当于助长他这个挑食的习惯 哦 就是他们两个 比如说我每天加固定量的这个子笋 嗯 如果春雨它没吃够的话 嗯 吉福在旁边吃的比较快 嗯 他会就是说每次他会 抓紧自己的进度 避免自己少吃嘛 哦 相当于两个是一个竞争关系 如果说多加一些的话 他吃着吃着就不想吃了 就是助长了他这种挑食的习惯 所以从这个健康的管理层面来说的话 还是要平衡他们 对比如说你说春雨喜欢吃这个苹果 嗯 也不会就是说因为他特别喜欢吃苹果 然后每天给他多加一些不会的 哦 我之前看到我们预告一发出的时候 很多网友就特别想看他们俩的一个互动 就想看看他们今天的这个生日会的这个风容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他现在他们的隔壁是住的飞飞是吗 对飞飞 好那我们现在去看看飞飞的画面 飞飞的画面 嗯 看看飞飞里面究竟是 怎么想要自己的这个风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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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岁了呀 原来他是飞飞的妈妈呀 他的胃口好好呀 经常都是听到类似的这些声音 然后经常也会看到这个网友拍照 这个网友拍照 很適合并且是用人的 对 看看他吃的特别香 不是觉得自己的口味也会变的 好 我们自己 Cass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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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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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再 再 ... 来来来 菲菲的这个风容我们有哪些考虑呢 其实也是平时大同小异嘛 因为处于安全性和可靠性 我们还是用那个食用的一些水果色素 然后做了一个冰蛋糕 然后还是做了一些套儿 然后加了一些鲜花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菲菲她处于磁性的嘛 我们这样磁性的学码还是给她 您知道一种这个比较美的这种画面 就是加了一些鲜花 所以在给咱们磁性学猫过生日的时候 做这个风容的时候鲜花是少不了的 对 之前了解她她特别喜欢吃 她她特别喜欢吃之前看到 就说随时都在吃正面的 正面的大家的镜头啊 在那吃东西 她平时跟你们的互动有联系 其实我们就说这种成年熊猫 我们人除了就是摄影员 除了会对她进行一个日常的这个 行为培训 比如说体检啊 测血压 踩血坐姿培训 然后其他的就是就不会像那种亚生体 可以跟人一起 人可以进去 这种成年呢 我们人就是基本上 除了平时的正常培训 就没有其他互动 会跟她聊天吗 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早上来啊 你看到她在外面 嫁不回去 比如说你给她聊几句 可能她就回去了 聊几句心情好了 我就回家了 对 我们平时看到那个 室内和室外的这个通道的门 是随时开着的 然后这个的话主要是 说让这个熟猫自己来选择进出 是吗 对 自由进出嘛 天气热了 他们就自己回屋子去吹空调 天气她觉得凉快我能接受我喜欢这个温度 那我就出来遛一遍 对 我们比如说那个冲的 除了早上我们比如说冲的类似 要让它干一下会稍微关一会儿 然后但是一般都是上通无阻的 让它自由进出 自由进出 然后飞飞现在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猪猪 可口的 听上去 其实我这个距离 过去的话也能非常的清晰的听到她吃这个笋子 咔嚓咔嚓的声音 吃的很香的 然后这个冰蛋糕上面还擦了一朵荷花 好看的 那我们这个盼盼园最后的一位居住者就是华美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华美她在干什么 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下在干什么 我们下周的一会儿 记得 就是 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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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从外出生并回到中国的大熊猫 大家都知道它海外长得多 声音不是很好 那我们来调整一下 好 现在我们赶到下一个机位 声音中间可能会有一点点不稳 那刚刚我们说到 这个华美是白云 在海外的时候 生下的第一个孩子 华美现在身体情况如何 现在华美的身体情况如何 华美前段时间也是出现了一个假孕的情况 但是目前慢慢在恢复中 基本上恢复到以前的80%的食欲了 那这个恢复起来 因为我们之前了解到它假孕的话 恢复期完完整整来算的话 差不多得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现在呢 它也是在逐步的恢复当中 这个华美的风容呢 也是增加了一些鲜花的元素 我们看那个果酥蛋糕上 放了很多胡萝卜粒 然后在这个三月底的时候 就有网友拍到华美留鼻血 它现在这个流鼻血是什么 就什么原因引起的 因为当时呢 我们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华美因为那个高血压引起的一个流鼻血 后来我们调整了这个 将压药的一个思维方案 然后从那次到现在过后 目前还没发现过伏法 那就是现在车里 而且它这个血压的这个监测 也是定期我们都在看 都在监测当中 对我们之前也通过一些视频 能看到这个大小猫 也要去做行为训练 来锻炼它 如何去更好的监测它的血压 那它其实现在是在慢慢的吃 它的这个窝头 好好 谢谢奶爸的介绍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会去到下一站 我们都知道这个巴黎奥运会呢 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运动员们也在 盛力的在参赛 当然今天的每个大小猫园区呢 都进行了这个奥运会相关的风容 大小猫呢 有的大小猫 就年轻一点的大小猫 它会特别喜欢运动 我们也一起来通过一个短视频 看看他们都喜欢哪些运动 很好的 哇 小猫 小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